那我要用的就是肥皂 那肥皂其实它可以就是取代眉毛雨衣啊 或者是染眉膏、眉胶 你要什么样的味道都可以 我就是随便拿了一颗肥皂 那其实我还蛮喜欢肥皂的 也说不上来 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的 我很喜欢用肥皂 贴身衣物之类 然后你可以像饭店不是有那种一颗的吗 小小的 你也可以拿那一种 然后放在你的化妆包 其实蛮方便 想要完美的眉毛是 每个女生都非常渴望的事情 因为非常多的女生不会画眉毛 大家好像普遍来说 眉毛真的都还是画得很 我有收过非常多的信啊 跟遇到很多的人都会说 我都不会画眉毛 你可以叫我画眉毛吗 什么的 当然啦 我又在考虑要开眉毛的课 开个小班次 然后教大家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告诉我 有没有兴趣 希望你们可以热烈的参与啰 我好像蛮长第一眼让人家注意到的就是我的眉毛 你们不要觉得就是我一开始就很会画眉毛 我曾经也就是画超丑 有很深的时期 很锐利 很硬的时期 就是现在回过去看就觉得 没有很好看 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眉毛的风格 就是比较根根分明 那它可能不像我之前画 就是我之前画的话就是会比较有渐层 那现在就是比较自然 所以它的渐层感就比较少了一点 但是就会让人家觉得 诶 这好像是我自己的眉毛 这应该就是我们想要的 不管你对你的眉毛的毛发 是多还少的困扰呢 其实我觉得你都可以看下去 或许可以改变就是你画眉毛的方法 然后让你就是更好上手也不一定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就像这样子的眉毛的话呢 就继续往下看 然后呢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当然啦 眉毛是一定要多练习 你不要想说看完我的影片你就会了 一定要多练习 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一直在练习的 好吧 近看的时候这只眉毛就是像这样子 然后没有画了之后 我的眉毛其实这边是蛮短的 可是其实你可以看到我的毛流是有的 毛的长度是有的 但是它就是会因为顺着你的毛流 然后就往下掉 所以以至于就变成眉毛好像很细 那我要先使用肥皂 然后这个其实我就是基本上是化妆用的 然后噴一点化妆水啊或者水都可以 然后再拿出像这样子的刷子 你用的水的量不要太多 然后尽量以刷头的铁前面这样子去刮它 尽量这样 不要全部因为全部没有用 因为毛流现在是往下掉 不要用逆的方向 然后旋转 我习惯旋转 你记得喷的水不要太多 因为你太多的话就没有办法 利用肥皂本身的成分 就是让它根根分明 然后你可以稍微的压 然后压往前推旋转 有没有看到我的眉毛其实已经有站立的起来了 然后眉尾的地方 就是稍微的往上立起来 转一点点 然后再往下 其实主要就是看你自己的毛流 跟毛的量 去决定你要怎么去整理它 然后最后一下的话 我会稍微的再大力的压到皮肤一点点 然后往上推 然后这地方也会稍微的压 然后我的毛流有没有 整个都立起来了 这边也就是没有像刚刚那样 这么乱这么 就是明显看到有比较根根分明一点 然后我用的话呢 就是 是眉翼笔 然后或者是眉胶 我不是很建议用眉粉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粉 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好操控 所以可以的话就是用眉翼笔 或者是眉胶 眉胶的话就有刷子 因为它可以用尖断的地方去塑造毛流 尽量呢就是以刷子的头的地方 然后轻轻的哦 因为你一开始不太会抓到力道 然后你不想要毁了它 你知道吗 要塑造假的毛流 所以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练习 之后抓到绝笑之后 其实就会很快 就是我现在看到是有些地方比较空缺的 我就会稍微补一下它 其实可以先从底部开始 因为底部是深的没关系 所以你轻轻的往上带 先抓一下它的位置 我在补上面 然后轻轻的就好 去看一下你们平行的位置在哪里 那你要这样子顺着你的毛流走也可以 切记一定要很轻很轻 这样子 因为我后面的尾巴呢 其实是有毛的 所以我就是照我要的 去稍微的调整 眉头的地方是重点 眉头的地方如果你觉得就是 它的位置好像跟真比起来 它好像还是太窄了的话 你就这样子的方式 轻轻的往上推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不好用 你也可以用美意比 这就可能对某线来说 就会更好操控 因为它是轻轻的这样 带出去带出去 线条的话就这边比较没有完整的修饰 所以我会稍微用一些遮瑕 但遮瑕这块不是要做 就是非常的俐落 就轻轻的就好 只是做修饰而已 我用的量真的很少 没有很多 然后这边也是稍微的调整 那大概就是像这样 我自己觉得没有很 很死硬的感觉 就是还蛮自然 然后毛流都就是站立起来的感觉 好棒 我这一次就是完全没有上什么眼线啊 睫毛啊 我就打了一点点的眼影 跟一点点淡淡的眼影眼线 所以其实 这样看起来就是有一点浓 但是如果眼妆稍微眼线画上去之后 摸起来就是可以感觉得到 就是它固定了我的毛流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次的小技巧 那如果你觉得这次的技巧分享不错的话呢 记得在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也不要忘记去订阅我 还有关注我 那我们下次见啰